新任驻中大使西工生医,上班途中昏迷 原定下月上任的日本驻中国大使西工生医 昨天上午从东京涉谷住处前往外务省上班途中 因身体不适突然昏倒,被送医急救 现年60岁的西工,上周末才和首相野田佳宴 一起前往俄罗斯海生威,参加APEC领袖峰会 日本政府周二宣布,由他接替丹羽与鱼郎担任驻中国大使 希望官僚出身的西工仍圆满解决 因争夺钓鱼台交恶的中日关系 根据规定任命大使后,应在四十天内赴任 但西工突然昏倒入院 日本政府可能再度更换驻中国大使人选 今はもうとにかく入院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 回復することをですね、私としては心から願っています 洞新文综合報道 洞新文综合报道 洞新文综合报道 洞新文综合报道